捐血一带救人一命成立至今已经十年的光复乡 守望寻守队热心服务也很热血 在县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地方捐助下 今天在光复停车场办理了捐血活动 虽然高温烈日之下仍有不少的民众 晚秀捐热血令人感佩 和以往不同 这一次光复乡的捐血活动改在农会超市前的停车场 即便如此仍吸引许多的乡亲民众前来晚秀捐血 一个上午将近20多位的捐血民众 平均都以250cc的捐血量起跳 大家不为高温烈日 热血响应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包括了乡长林清水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也都特别到场勉励 共同呼吁大家踊跃来捐血 成立至今已有十年的光复乡守望寻守队 在平日热心为社区治安寻守服务之外 也很热血连续八年办理捐血活动 也受到县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地方的捐助响应 光复乡守望寻守队有将近40多位的队员 今天在高温烈日下轮流进驻捐血站 捐出热血也服务前来捐血的民众 吸引不少民众捐血救人令人赶配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